大家好,我是瑞昂资讯云端世界处的服务代表Bruc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运用数位能力迈向卓越的业务团队管理心法 根据国外的知名统计 数位能力成为关键的竞争力 数位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有43%的营收跟获利的一个成长 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 很多业务跟业务主管 在日常工作上面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些心声 那究竟我如何透过CIM来做到这样的一个support 其实是很重要的 以业务人员的立场来说 他可能会在外面要找寻客户相关的资料的时候 还要打电话问业主 其实很不及时 或他今天的笔记本没有带到 或是都在Excel表里面 他非常不好去做查询 然后甚至今天拜访完客户的拜访报告 要回到公司才能去做撰写 然后或是今天是一个新进业务同仁 手上交接的业务的前手业务资料不清楚 他不清楚怎么去服务客户 甚至是怎么跑客户 然后再来是业务主管 业务主管可能旗下管理非常多的业务同仁 他要去做客情的整理跟情况的收集 可能透过社群媒体在问自己的业务 Bruce不知道你案子跑怎么样 这一季的订单能够如期全部都收回来吗 等等 其实是非常分散的 再来就是旗下业务同仁离 客户的服务就断线 或是客户的特性 客户的服务记录 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 如实的留下来交接给下一个 接手的新手业务 再来就是月度季度的业绩 难以做预测 业绩报告 做到怀疑人生 做这来整理资料 没办法去做决策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因此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一些客户服务案例 Vital CIM累积了上千家的一个客户 不管是微型客户 中小型客户 甚至到上市柜的大公司 其实都能够去做这一套 Vital CIM的一个使用 那其实在我们协助的过程中 也非常多客户的一些经验跟案例 其实也可以协助客户 去做这样的一个使用 其中最重要的CIM的关键核心精神 在非常多客户的一个反馈之下 我们整理如下 第一个 我们必须去把任何一个客户 视为我们的VIP客 去做经营 有效地去收集所有客户各式的资料 不管是它的偏好 兴趣 或是甚至我能跟它有的共同话题 进而去持续经营 及维系这个关系 去建立最佳的合作伙伴 那这个部分就是为了要去挖掘 未来更多的一个商机机会 不管是新客 还是潜在客户 甚至能够希望能够把 既有客户服务好 让它再转介更多客人 那最终可以推动 企业内部本身的专业服务 专业的产品 或是客制化产品服务的策略等等 但要能够做到这些完整的服务 其实都是需要有效地把所有客户 跟我们的沟通 跟我们的接洽的历程的这个服务记录 完整留在一个平台之中 那其实在整个这个模式上面 就是形成了一个销售正向 循环的一个漏斗 那其实不管各行各业在做销售过程中 我们业务同盟在拜访客户 其实都是不外乎这几个部分 第一客户拜访 我就会去做客户的需求了解 然后需求的过滤 进而去做合适产品的提案 然后跟客户做问题的排解 疑虑的排除 发现客户有 好像有意愿要合作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潜在商机的一个管理 进而去追踪短中长期的一个案子 究竟哪一个案子是预计这个月可以结的 可能性高的 可能性中的 还是说现在还没有酝酿 还没酝酿出好的一个成果 可能会往未来放 但是不代表现在没有 现在没机会 不代表未来没有机会 是可以去做这样长期的追踪 那假设最后成交的订单 也可以放到系统中去做分析 最终可以让服务的同仁 去做定期的服务跟追踪 可以看到前面业务同仁接洽的所有服务历程 最终给客户是一个 整个公司的一个完整的服务流程 让客户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服务 非常好的产品 进而去做口碑的扩散 进而转介更多客户进来 这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循环 让客人变成忠诚的顾客 那其实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个建材涂料公司的一个业务作业流程 把他们的流程搬上CRM上去做运用 那他们在台湾总共有十位业务同仁来在使用我们的CRM的服务 那在使用的这个过程中 他们分为几个流程 第一个就是开发 再来就是把开发客户转向有合作意愿的商机 进而推向成交 到最后的日常维系 总共会有四个日常工作要去做进行 那这四个工作拆解完之后 其实就是不外乎能够要去在系统上有效的去新增公司 或是公司里面的联络人资讯 那这些资讯建立好之后 我跟他的接触历程 跟他的特性 他的嗜好 偏好等等 我就可以透过贴标的方式 帮他们做memo 然后再把甚至这些客户资料写下来 然后把历程拜访报告 有效的写在系统之中 后续再去新增一个潜在合作机会 去做到商情的一个追踪 不管是现在是短期的案子 还是长期的案子 慢慢推进 现在合作可能性是50% 还是说已经来到了80% 就可以慢慢的推进 然后把服务记录在系统上 然后去做一个有效的一个管理 那假设成功的案子 我们当然就推展到成交 那成交后 后续也会有日常的维系作业 那这些维系作业 也都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 去做服务记录的撰写 跟分文别类 那这间建材涂料公司 透过CIN系统的一个导入之后 他们让业务异动后 不再有客户的流失 或是资讯断层的产生 那因为这样子 等于说有效的一个系统 做记录之后 所有的服务内容 都留在系统上 新手上来之后 其实就是可以从系统上 看到过去 一两年 两三年的一个服务历程 跟客户特性 甚至是 这个总经理喜欢打高的服务 这样的资讯 就可以很清楚地掌握 就不会变成说 他要重新问客户 就会造成客户觉得 服务是不好的 然后补足整个服务流程上的 这个问题之后 他们从2019年导入至今 整体的业务推广成功率 提升了40%至50% 然后因为透过单一平台的 这个客户管理的一个方式 他们可以有效的协同 沟通各个内部的同事 他们让分散在台湾 各地的业务团队 也更有效地去做沟通 跟查询客户的服务记录 然后最终 因为透过有效的一个管理 他们可以把80%的能力 投入在最重要的 20%的客户身上 加速新客户的成交的一个效率 那接着我们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 散热零组件的公司 他们在台湾的业务有30位 那其中有14位是在海外 所以总共有40多位的业务同仁 都在使用这套VitalCI的系统 那他们的流程一样 也就是不外乎是要开发追踪 然后报价 或是到后续的结案 然后再进行重复的一个关怀 关怀后再去开发客户 有一个新的需求 就不断做这样的一个循环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老客户的日常客行情报打听 然后开发出新机会 到商机上做追踪 目前这阶段是客户来跟我做询驾 还是我已经报价了 还是我在客户来做样品索取等等 的各个商机机会的一个管控 后续业务主管透过数据分析的报表 在系统上有效的完整看到 所有的这个服务历程 跟这些数据的统计 可以快速的去做决策 就不用像过往 可能还要再跟业务同仁 收集每一个人整理的Excel表 再来做会者 然后才能够看出 这个月的业绩表现 还是说这一季客户量不够 我还需要什么推展等等的这个问题 然后透过系统的一个导入 他们过往的决策 只能讨论上个月的数字 但透过CIM即时性的一个管理方式 他变成每周就可以决策做讨论 然后并且统一化他们的资料格式 所以因此减少80%资料的错误 然后再来业务同仁 不需要再花太多的琐碎的时间 去做行政作业 不用再拉业绩报表 不用再东找西找客户服务记录 不用再问问 做在系统上完整的去做记录就可以 所以减少55%的行政作业的时间 来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服务客户 然后最后造成他们业绩成长超过50% 在去年疫情期间 他们有更快的决策 有更精准的客户服务方式 去做客户的一个把握 把这些订单截回来 那今天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两个故事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们都做对了几件事情 就是在整个销售正循环 那个漏斗中有特别提到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 它的服务力有大幅的提升 进而影响它的开发力 而它的开发力源自于它的行动力 那这三个力 这三个力完全精准强化之后 最终能够对应到洞悉力 因为有完整的数据分析 那其实这也是CIM之中 很重要的四大功能 也就是服务力对应的就是 济世功能 开发力对应的就是商机功能 而行动力就是透过云端化 我们有专属的APP 可以供业务同仁 成为它最好的秘书 去做support 然后最后就是数据分析 能够把这样所有留存在 CIM系统之中的资料 去做分析运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客户济世 其实就是业务的战略手册 它可以有效地去记录 我该做哪些事情 我跟客户开会谈过些什么 我跟客户后续要怎么做追踪 我要给他什么样的资料的代办 也都能够设定好相对应的提醒 那相对应的提醒之后 可能就可以去做商机的追踪跟管控 这个案子究竟有多高的可能性 预计的结案日期是什么时候 金额又有多高 那后续我的action是什么 我要提供相对应的样品 给客户参考吗 还是我要去关心客户拿到样品后 内部的研发人员测试的如何等等 其实都可以在上面 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 然后甚至是 也能够在系统上设定 商机的一些自动化提醒 多久未联系 要提醒业务同仁 超过多久 要提醒业务主管 在预定结案日前几天 要提醒业务主管 这个案子是不是有状况 怎么都没有迟迟没有更新 还是他已经超时了 怎么都没有再去做异动 那这也都要相对应 去提醒业务主管 来去做追踪跟管控 其实都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support 进而能够让商机的预测 变得更加准确 而提高整体公司的打击率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精神 那其实商机资料的流程 到最后就是对应到数据分析 那好 我们待会再来提数据分析 我们先来看 业务同仁在外 很容易花很多时间 在服务客户 拜访客户 所以因此要一个 很好的行动秘书 去support他 所以因此也支援行动装置 让他做到上述 刚刚所说的服务记录 代办事项 形势力 商机的提醒 然后甚至是内部同仁的讨论串 其实都能在系统上 完整的掌握 那最后就是对应到数据分析上 那可以从数据分析上 供业务主管去看 陌生开发的数量统计 每周拜访的数量 目前预测的商机 大概有多少 或是甚至是 最后订单成交的比数 或是分布状况如何 这个月这一季 公司成交的商机有多少件 然后这个商机的可能性有多高 目前哪个业务身上的商机 停滞时间太久了 其实都可以从系统上 一目了然的掌握 去做到客户的数量统计 服务记录的统计 陌生拜访量的统计 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真是减 都能够清楚的掌握 那刚刚上次一个 快速的一个介绍 那其实针对 刚刚这四个核心关键 做好之后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CIN导入的成功五要素 第一个 需要高阶主管的支持 第二 必须要有明确的阶段目标设定 像我们有客户 他们设定的阶段目标很有趣 他们的阶段目标是 前半年叫做资料完整度 我必须让系统中的资料是完整的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 系统资料完整 然后半年后是商机落实 每个业务同仁都需要在上面 完整的key in商机 然后接着后 才会是等于就是明年 明年的目标就是 完全透过CIN去做到 预测跟决策的部分 那这个就对应到下一个 关键要素 利用CIN进行业务会议 不能让业务人员 还要再继续去写Excel表 或是拉报表 那这样就其实就失去 我们为了要协助他降低 行政作业索碎的时间的 这个美意 其实非常可惜的 而且业务人员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重工 好 然后最后再来就是 CIN不能只有管理 其实CIN的核心是管理客户 所以因此 不能只有在上面 只有管业务同仁的绩效 也要有一些教育 教育的部分 那像我们有一个客户 还蛮有趣的 他们对新进同仁的使用方式 就是新进同仁很乖 很如实的去做服务记录的统计 但统计完他可能他忘了去设定相规应的行事力代办 业务主管就上去留言提醒业务说 Hello Bruce 很好你有把服务记录跟报告写得很清楚 而且你今天跟客户的对谈内容非常的完整 也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情报回来 但是你后续要提供样品给客户 你是不是忘记设定行事力提醒自己了 你会记得你有送样品给客户了吗 你会记得几天后要关心客户有收到样品吗 像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个互动 有一个互动其实就是油管也有交 那最终整个系统的一个使用 必须要持续追踪管理跟维护 才有办法永续的使用 永续的经营 这其实就是CIN导物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那今天这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简介 那未来值得大家期许 我们希望一同跟各位的组织一同进化 后续如有任何问题 欢迎与我们瑞昂资讯的同仁联系 那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拜拜